從小到大都是接觸音樂的 失誓過就學不同的樂器 有吹不同的銅管樂 也有彈琴、唱歌 失誓過已經培養這項音樂的情操 歡迎收看警醒360 由警務處防止罪案科 反詐騙聯盟教育及百樂音樂學院 舉辦的全港反詐騙 中小學填詞及歌唱大賽 現正接受報名 歡迎小四至中三的同學參加 一起宣揚防篇訊息 比賽分為填詞組和聲樂組 無論你想成為防篇作詞人 還是歌手 你都可以參加 填詞組的冠軍作品 會被製作成為警隊反詐騙宣傳歌曲 而聲樂組的優勝者 有機會參演歌曲MV演出 他們還可以贏到百樂音樂學院送出的 聲樂及填詞課程 沒有受過填詞或歌唱訓練的同學 都可以試試挑戰自己 因為防罪科 特別請來百樂音樂學院的升級導師 親自為所有報名的同學 講解一些入門技巧 心動不如行動 立即去Safe City.HK網站報名 10月30日截止 說不定你 會被發掘做明日之星 各位同事 現在拿下來合奏策 我們準備合奏時間 我是警署警長關建德 我在1991年加入警隊 當時駐守荃灣警區 接著進入PTU 1993年進入PTUAlphaCum 賺Cum的時候 知道原來警察學隊有招聘 而參加了招聘計劃 警察學隊到現在 1994年到現在 都應該有30年 其實從小到大 都是接觸音樂的 小時候就學不同的樂器 有吹不同的銅管樂 也有彈琴、唱歌 我都是 在小時候已經培養 這項音樂的情操 之後就知道 原來警察學隊 有一個招聘的情況 有空缺 我就入此申請 當時我一聽到 當年音樂總監所說 會收我了 我的心情是很興奮 在警務生涯裏面 都很多知多彩的套 例如在經濟部隊裏面 亦都令到一些難忘的經歷 譬如在1994年的時候 被奉命進入白色船民營 處理一個暴動事件 我們都奉命進去做支援 其實可以說 警察學隊是比前線更加前線 譬如最近接機儀式 有各間奧運運動員來訪港 我們都會走到最前 怎樣前發呢 我們就在飛機旁邊 就迎接了他們 我們都不斷地去接觸社群 譬如在2016年 我和我的團隊創立了一個叫做 Music Touch 樂運景聲亮校園的一個外展計劃 就是我們會和不同警區的BCRO合作 他們會奉命一間學校給我們 在每一個學年裡 我們會帶一些不同的音樂 進去校園 如果他們學校有樂隊的話 甚至乎我們會和他們做一個call over 我們不單止可以接觸不同的小朋友 亦都知道我們警察怎樣 和市民大眾的溝通 我們在2023年就創辦了一個名為 警察樂隊少年團的一個團體 去招募一些不同的學生 他們對音樂有興趣的 陪伴音樂上的水平演奏 我們亦都會提供一個暴粗的訓練 甚至乎體能的訓練 種種的範疇都被他們接觸 讓他們知道 或者有一個方向 將來會不會加入我們警隊的大家庭 在不同方位的角度來講 將他們培訓成一個未來的朱仁翁 我很感謝我可以入到警察樂隊 在這個警察樂隊的生涯裏 我很肯定和自己說 是我的終身職業 全城反炸大抽獎已經進來得遇火遇兔 你今天抽了沒有? 參加者只需要下載防片視伏APP應用程式 就有機會贏取豐富的獎品 當中包括全新電動車 總值40萬的信用卡簽帳額 亞洲商人磨迴機會 酒店住宿 家庭電器 超市及餐飲禮券等等 想參加抽獎 就快點下載防片視伏APP 或踢上程式權限 還可以獲得額外的抽獎機會 而每星期在APP進行搜尋 和分享推送的最新消息 都可以獲得更多抽獎機會 越早參加抽獎 越多機會中獎 到現時為止 我們已經送出過百份獎品 得獎者會經電郵收到通知 不過大獎還未有人中獎 所以下一個可能是你 這次活動還可以提高市民的防片意識 一舉良特 不要猶豫 快點叫身邊親友行動 警方早前倒破一個販毒集團 在大國咀租用一個住宅單位 開設毒品儲存和分銷中心 將不同種類的毒品分裝後 在九龍區出售 近年多了不法之徒 利用市區私人屋苑單位 進行毒品包裝、分銷甚至製毒 利用市區單位販毒 已成為新興的犯案趨勢 因為市區交通方便 而且令毒販更容易混入人群 去逃避執法人員的偵查 在此 警方呼籲各位業主 在出租單位前 謹記查清楚租合背景 例如職業、收入證明等 避免名下物業被不法分子利用 另外 保安從業員都要留意 例如一個單位 經常有不同的陌生人出入 在單位外安裝多個CCTV 有奇怪的氣味從單位傳出 可以透過警方的電子報案中心舉報 如果大家喜歡今集的內容 就記得Like和Share 還有Subscribe我們警隊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 接下來想我們拍些甚麼題材 就留言告訴小編聽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